就是最近的一个就是很甜蜜的时刻 我的歌声就响起来 然后爸妈他们就说 人家一谈恋爱你就唱歌 一谈恋爱你就唱歌 那你什么时候谈恋爱 一种新的方式吧 对 但是我也就回过去了 我就说 那很多时候他们胜利死别的时候 我也在唱歌 我太难了 令人心动的Offer 3 第六期节目看点十足 趣味运动会结束之后 张主任成功地颠覆了 在周深心中严肃的印象 在这之前 堪称夺命连环问 没想到这次 在玩两人三足的时候 给人感觉就像是另外一个人 前后反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紧接着张纯业聊起了 长辈催婚的神回复的话题 话音刚落 周深就站了起来 主动帮张纯业走流程 还帮着他拿了话题板 显得难有力爆棚 板在哪我去帮你拿 哎呦哎呦你怎么知道 周深 你怎么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 只见这个板子上有各种各样花式回答的类型 分别是捧杀父母 谐音梗 翻旧账 凡尔赛行回答 聊到谐音梗时 成功吸引了偶像周深的注意力 前一秒还在好奇谐音梗的花式回答 下一秒就说出了方言 节目组还特意给他做了特效 没想到身穿花袄的周深依然魅力十足 重点是周深的方言口音简直是太逗了 纸板上的答案是 我对象很好 我对狗很好 我对动物都很好 听完这个回答后 周深立马笑喷 脸上写满了五语二字 王霄还特意回复周深 来了一句好冷 事实也确实如此 完全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 在周深的眼里 这种谐音梗回答毫无作用 因为回答以后 长辈压根就gap不到是什么意思 而且长辈还会说出这种胡话 轮到凡尔赛回答时 周深特别想听王霄的答案 王霄还真是不负众望 直呼 我有好几个不知道问的是哪一个 不愧是凡尔赛本赛 我觉得会不会说 父母说你要找对象 然后说 我有好几个 到底问的是哪一个 而真正的答案 跟王霄口中所说的一模一样 画面一转 再次来到了实习生们的真人秀情节 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 他们要去参加急诊室的实习 严主任给了他们很多的建议 后来王霄还被严主任单独谈话 综合前面几个阶段的表现情况来看 他的成长变化并不是很明显 严主任一直都很婉转 其实就是在劝退王霄 得知这个结果后 王霄当场泪目 此时的严主任说的一句话特别到位 外科不相信眼泪 只有冷静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了看到这里 加油团都特别的揪心 谁都没有想到 王霄会是第一个离开节目的 令周深印象最深的是 严主任说了一大堆 但从来没有否定过王霄的专业能力 没有否认王霄身上的亮点 只是觉得王霄对医生两个字的认知还不够 毛布玉也给予了不同的意见 毕竟从事医学行业 需要强大的信念才能支撑起来 但是经过上一次的考核 王霄已经慢慢的开始迷失自我了 甚至会怀疑自己 所以才导致自己很气馁 这时候需要他找回自己的成就感 找回对自己的信任 才能建立起对事业的信念 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的关键说了出来 难怪会有那么多人都喜欢毛布衣 情商确实很高 紧接着周深还说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 替我们向陶永问了一个很特别严肃的问题 问他急诊室到底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 从陶永口中得知 急诊室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 而且还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就让医生无法规律地休息 如果没有充沛的体力 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挑战 而对急诊的病人而言叫重疾险 简单概括就是重病情 情况急风险高 不知道大家对这期的节目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